夏天到了 大家有没有想要好好去记录一下 出行游玩的一些美景 或者去录一些日常一些的Vlog 去记录生活中的诗意 作为一个喜欢摄影的博主呢 我也经常去相机店里逛 一直在寻找那个最佳的Vlog相机 今天我就想和他分享一下 我2021年最喜欢的一些Vlog的相机 以及我最喜欢和最推荐给大家的是哪一款 那首先我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最小的这个相机 是Instagore 2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拿出来 它真的非常非常小巧 然后它最适合的呢 就是拍第一视角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配件 比如这个磁梯挂绳嘛 我就可以放在衣服里 然后呢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吸附在这 那这样可以拍是一个我看到的 和我双手在操作的一个画面 我就用它来拍一些Vlog的镜头呢 会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而且呢它有一些其他的配件 像这个呢是可以挂在帽子里的 那它就是有一个从上往下的 那个第一视角的感觉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配件 就是这个万象支架 它就是可以这样吸附在上面 然后这里是一层胶 基本上任何光滑的平面呢 都可以把它吸在上面 因为它这个相机比较轻嘛 所以它就可以吸附在很多不同的角度上 然后我就觉得它能够拍出一些 比较去一点 像那个运动相机一样的效果吧 然后它本身也是一个广角 但是你后期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是继续保持这个广角的效果 还是更贴近一个普通相机 那个窄一点点的效果 那作为它的一个大小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画质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它有两个比较致命的缺点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它非常非常容易过的 基本上录五分钟呢 它就过着关机了 所以这个我不会把它当作 我的主要的一个拍摄设备 主要都是一个第二个机位 或者就是拍一些有趣的画面 那种可有可无的画面 这样的话呢 我也不用太担心它 那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它作为这么小的一个相机 也就是晚上的话 那个效果会不太好 所以一定要光线比较充足的时候 才能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 整体而言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轻度的Vlog 或者就是当作一个 腹肌位的这么一个设备 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一台又贵又重 但是效果真的绝的 佳能EOS R5单反 其实它是五反 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有非常专业的效果和设置 就是我想要调什么 基本上这里都能调 也能保存不同的一些录像模式 而且它的对焦呢 就是又快又准 就算是慢动作 它的对焦也能跟得上 单反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画质会非常细腻 就是细节会拍得很好 所以有时候想要分享一些什么东西啊 展示给大家的话 用单反就是会更清晰一些 色彩呢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佳能的肤色嘛 看起来会比较通透 然后皮肤也看起来好一些 那另外呢 这台相机还有八级防抖 就是拿起来的话能够接近那种稳定器的一个效果了 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了 就是机身加镜头呢 加起来就1.5公斤 如果想拍这种拿着相机对它说话的镜头呢 就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因为它真的太太太重了 而且它的所有配置都是比较大 比较重比较贵的 包括像三脚架也需要更加重更加稳的 但整体而言 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相机 然后它的效果啊 配置啊 我都很喜欢 所以如果我出行的话 能够带上它 我还是会带上它的 但是大部分的Vlog的时候呢 都拿不动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个色彩巨美的相机 就是富色的X100V 其实它不是一个太适合Vlog的相机吧 但是它拍照真的非常好看 也很多人问我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吧 就它拍出来的色彩 但是绝美 直出就行 拍完之后也不用修的 它有点像那个胶片的复古的感觉 觉得说我非常喜欢 那平时微博的照片呢 我都会尽量用它来拍 但是因为它没有稳定的效果嘛 Vlog就会很抖 所以平时的话呢 我就不太推荐用它去Vlog 那如果是像它一样的色彩效果 加上稳定的富色X100V 我觉得微单的话就是会重了一些 但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考虑 下一个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最近一个月用的 超级多的一台相机 就是佳能的Ligria Mini X 那我非常喜欢这个相机的原因呢 就是它有170度的超级广角 它的设计我觉得也很合理 它是这样子录的 就是你平时拿着的话 这个握杆真的非常好 而且用这个手指 就可以控制这个开关和录像 然后它下面呢 还有一个小小架 所以非常适合放在桌子上拍 或者就是在车上拍一下 所以我也很喜欢用它来录一个环境 或者在旅游的时候去捕捉这个氛围 而且我非常惊喜了一点 就是它不像现在的相机 它没有这个30分钟的录制限制 所以当时我去葡萄牙有非常漂亮的风景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架在那录一个很长的视频 然后后期可能把它剪成延时也好 或者截取一些照片也好 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那缺点呢就是它是比较老的一个机器了 所以它没有稳定的效果 而且它停产了嘛 所以很难很难买得到 但是呢我非常喜欢这个佳能的色彩 而且呢我想以此做延伸 就是我学到的一个广角的一个环境效果的一个方式 那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OSMO Action的运动相机 那这一台呢也是有超广角 它比这个窄一点点 这个是170度 这个是10度 但我发现它也能够达到一个非常相似的效果 因为当时这台没到的时候呢 我也是用它来录我想要的效果 它其实比它还要小巧 然后也不会很引人注目 所以我去不管学习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用它来拍Vlog 而且它这个也有前后屏幕的嘛 所以拍摄起来呢也非常方便 而且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防水的 所以如果去爬山玩水呢 我都不用担心 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和这个相似的 这三台都会有一点 就是光线不好的时候 它拍出来的效果会没有那么好 接下来一个设备呢 就是我拍摄Vlog用的第二多的相机 那它也不完全算一个相机呢 就是我的手机 但是它有那个摄像头嘛 那手机的优点呢就是它是有美颜的嘛 所以有时候如果我没有化妆啊 或者那天状态没那么好的话 我就可以开一个美颜滤镜 那会让人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第一次呢就是智能手机嘛 你从来不用担心 就是你这样对着它 你哪里的光线不好啊 什么看不清楚啊 这些它都不会有 它都可以智能的帮你处理好 像个摄影小助理一样 而且当时iPhone 12 Pro Max 一出我就疯狂心动 马上下单的原因就是 它这三个摄像头 一个是长焦 一个是广角 一个是普通的嘛 普通的话就是它的夜景 会比以前的那些相机更好 然后它的广角呢 就是能达到我平时想要的一个 就记录环境的那么一个效果 但是它也会有缺点了 就是会糊 就平时如果你拍摄的东西 你在手机上看都还好 但是一旦你放到电脑上 或者你想要放大一些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糊糊的 就是没有那么清晰 然后如果你想拍细节的东西的话呢 就没那么清楚 然后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我手机上拍视频的话 有时候有一些东西不是Vlog的素材 但是都混在里面了 它不像相机 我有一个单独的内存卡 里面都是Vlog的素材 那我手机的相册里面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视频 那我每次剪Vlog的时候 我就会挑 OK这个是Vlog的素材 这个要不要当它的素材呢 这样 所以就会比较耗费时间一点点 但是整体我觉得手机 它还是非常适合Vlog 晚上会有20% 才都是直接用手机拍的 但是出去玩的话呢 还是希望那个画面更细腻一点 而且资料好整理一点点 所以就说到 最后我的No.1 最喜欢的Vlog相机了 就是我的G7X Mark III了 那这个真的是 我使用了两年后 并且考虑了很多起条相机后的 一个update了 那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颜色真的非常美 让人的皮肤看起来非常好 会比这台单反的 我觉得好一个50%吧 那它的一个优点呢 是和这个相反的 这个我不是说过 是一个比较广一点的镜头呢 就可以拍很多的环境 但这个呢 就不会拍很多的环境 基本上你把它放在那 那你就只能拍到这么一个画面 比如说有时候 我家里可能 这个角落是比较整洁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那儿呢 就一大堆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不会把它录进来 所以你比较好控制 整一个画面的感觉 它的稳定效果呢 真的是我非常满意的 平时在路上走的话呢 不会觉得 哎呀抖到非常晕 那这个真的是 其他相机很难让我满意的 然后我还有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的光学放大呢 是有4.2倍的 就是你平时 要拍一个远处的东西 它可以放大 并且保持的非常清晰 它拍摄出来的画面的质感呢 肯定是处于 那个手机和单反之间的 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满意了 它的画面细腻度呢 已经非常好了 是我日常Vlog比较满意的一个程度 我还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画质质感很好 当然它是处于手机和相机之间了 但是它又不会像手机这样过于模糊 细节都看不到 但又不会像单反一样 就是你如果靠得很近 然后没有化很好的妆 你就会毛孔的换来看得很清晰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 对日常录自己的Vlog来说 它大小呢也是非常合适 你看它比我手机还要小一点点 就是放进包包口袋里都可以 我之前考虑过要不要换一台微单 但是后来考虑到 那我这个拿出来会非常不方便 所以最后还是没有买微单了 还是决定继续使用这个更好 而且这一个三它比二好的呢 就是它可以接一个外置麦克风 我之前去葡萄牙的Vlog里就试过 就是因为去旅游嘛 我就想那我不带任何外置的麦克风好了 但是后来还是发现画面会有一些吵 太漂亮了那里的风景 看到好多照片 所以呢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有这个 外置麦克风的一个功能 那当然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啊 就是它会有一个对不上焦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众所皆知这个Z7X3的一个问题了 那但是最终呢 我还是因为它我刚刚列出来的所有优点 接受了它 没有买索尼的另外那一台 或者买一个M50来替代它 勉强接受了吧 希望它快点出一台更好的 虽然它不是最完美的Vlog相机 但是真的是我在每次把玩完 不同的相机和设备之后 会回到的最终的Vlog设备 我也已经把它推荐给了身边许多许多的人 也算是我目前的Vlog成绩吧 总而言之 如果大家预算不多的话呢 我最推荐还是直接用手机录像 因为录Vlog的话呢 它的整个综合表现是最好 那如果有一些预算的话呢 可以考虑G7X这个系列的2或者3 那如果大家需要一些特殊镜头呢 Go2适合第一视角 然后这个Osmo Action 非常适合水里的画面呢 或者就是环境的一个拍摄 那如果是个Vlog发烧友呢 也可以入这个R5这个神机 做Vlog的一个设备 那这个就是我2021年 所有Vlog设备的优缺点的分享了 希望对大家的采购有所帮助 或者给大家拔一下草 那希望大家暑假过得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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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